在林森北路的這一條巷子裡面 老舊公寓的一樓 也就是酒吧所在的位置 原本藍色的招牌都還在 不過現在裡面是大門深鎖 沒有人在裡頭 但旁邊擺了非常多的盆栽 來增加它的隱蔽性 外觀低調不強野 除了兩塊小招牌 很難認出這是酒吧 CCBON法文意思如此美好 藝人謝麗金去年初和六個閨蜜 投資上千萬金營 葉劍陽今年七月頂下來 拿來當私人招待所 原本內部裝潢華麗 八台白滿滿的酒 現在酒沒滿 燈光減少 以前KTV包廂有水晶吊燈 如今改簡單 虧色系 那個電影已經轉讓了 所以我也是 這個一樣一包務必了 回收嘛 都是看到都是兩三點以後 大概都看過哪些藝人 可是我有看過 就是不曉得他名字 真是有一個胖胖的 我不曉得那個 酒吧一煮後 上門的從藝人變政商 新北市議員李婉玉 跟前一首謝麗金 後一首葉劍陽 都是超級好朋友 也常常到酒吧坐坐 謝麗金會開什麼奇外的bar嗎 他開了就是搞笑啊 然後就好朋友在那邊嘻哈 喝醉的那種bar 這阿金style 他的風格就是那樣啊 一點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比我家招待所都還簡陋 經商的葉劍陽四十三歲 平常大家叫他malone 本身是台日產經友好促進會會長 凱笑的顧問跟綠營關係好 他就是一個非常的海派 然後重情重義的人 就所有的朋友都非常喜歡他 因為他們不想要去什麼 男生去的這些酒店啊 有的沒的這種地方 覺得太複雜 然後這些人被拍到 就是也會被誇張化 所以才特別就是幾個好朋友合資 然後把這個地方頂下來 李婉玉鐵好友講話 強調招待所很正經 在條通確實有名 只是現在私人用途外人止步 記者黃明鈞 邵玉敏台北報導